大家好,我是任悠游,任平悠游自由自在 今天为大家介绍龙藤断桥 龙藤就称于藤平,相传先民在开垦初时 鲤鱼谈有鲤鱼精为害地方,乡民苦不堪言 为了克制鲤鱼精作怪,遂在龙藤山区便指鱼藤 同时,又将东面的高山称为关刀山,用意是借关刀山斩鱼藤 以毒杀鲤鱼精,最后鱼怪果然不再危害 居民从此安居乐业,至台湾光复社村后 村民认为鱼藤不雅而改名为龙藤 民国二四年,西元一九三五年,四月二十一日清晨 台湾中部大地震,镇央集在关刀山附近,三亿地区受灾惨重 维俄的山线铁路龙溪桥完全正毁,正后在圆桥西侧另建新桥,一下拱形桥柱,挺立在烈日风霜里 通后人平掉,搭火车经三亿时,龙藤断桥移击打眼前跃过,令人印象深刻 民国八八年,西元一九九九九年,九月二十一日再度遭受九二一大地震的无情摧残 由北端算起第五桥墩半残拱口二次被震断 龙藤断桥除了身具古狐之美外,也是经历二次大地震的佛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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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